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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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潮洪汉 在这个环节的时候大家的情绪无意乱 然后就稍微让大家就控制一下 孙总监 苏一辰还没有来吗 我猜他应该一定不会来了 小松 都是顾总 该咱准备上场了 好的 在主题的情绪里 我们的男嘉宾顾朝阳 莫短言真心告白 向那城当中十一消失的女嘉宾孙依晨 发出了召唤 那么 她是否能够极其技术的招换出自己的女神呢 阿光准备开始 让顾总上场 话不多说 赶紧迎请今天的第一位男嘉宾 她就是顾朝阳 好 你也是男嘉宾 你怎么不上呀 不不不 让他们录他们录啊 他们录你也得录啊 我帮你跟他们说去 走 大家 我是顾朝阳 关于我个人的私生活 之前有过一些传闻 今天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 这些传闻都是不正确的 其实我的感情经历 几乎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我之前只有过一段感情经历 好不 应该说是两段 应该说是两段 阿光 让顾总确定好数字再说 对不起顾总 打断你一下 到底是几个男嘉宾 最刻苦铭心的那段感情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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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出今天节目的第二位嘉宾的茶 过去一下 阿光 有请 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我叫大河 就是黄河中间一个大河 有人说我爱防如此 你一定要做 是因为这二十多年来 我是从拿我的一家庭的感情 即可带走 各位岁是跟着我干吗 怎么 今天是想吃了我呢 还是想跟我重温旧情呢 闭嘴 谁让你到这儿来的 别生气嘛 你等的人没来 是怕因我吗 俗话说得好 酒是盛的香 情人是旧的好 我没点朋友的苏依晨了 苏依晨来不来 跟你没办法接关系 马上离开这儿了 既然你的事跟我没关系 那我的事跟你也没有关系 你不要我呢 这儿自然有人要我 我今天就找一个 高负帅给你看 你爱找谁找谁 我没意见 但是别在我眼皮底下晃悠 我偏不 我上节目找我的另一半 爱着你什么事了 李丹妮我们俩之间 是有合约的 你收了我的钱 就不应该出现在我的面前 不就是钱吗 十万块 还给我 没想到 我还能拿到回头钱 十万块钱 就想买我一辈子幸福 我要是在这儿牵手一个高负帅 这点钱算什么 这本宫要付款呢 站住 站住 好 开会时候说得紧紧 可能一定要注意 好吧 那说吧 我这边男女嘉宾 都是紧紧就去了 然后紧紧也是可以的 林总 我找不到李丹妮了 人我已经带来了 我还要替你看着呀 她刚才还在那儿呢 一眨眼的功夫她就不见了 不见了你自己去找啊 你问我干什么呀 对 那我再去找找 好 天叔 你还记得我吗 记得啊 上一次 上次是我有事先走了 这次呀我是专程来找你的 你不是开玩笑的吗 怎么可能开玩笑呢 我找男朋友啊 就是想找你这样的 那个 你看啊 上一次啊 要不是你提前走了 我怎么会牵手 别的女嘉宾呢 你放心 这次啊谁敢管我都不走 我就待在你身边 那我们边走边逛呗 好啊 来 这儿风好大呀 李丹妮 顾总 顾总 通知财务 从今天开始 频发楚天署的约会接近 这样不太好吧 不好 有什么不好的 我的意思是 我们和楚天书之间是有合同的 这样做是我们单方面毁约 不能听发就减办 每天发二百五 就算要扣他的约会基金 总该有个理由吧 如果你的前男友 跟别人在你的面前腻歪 你能忍受吗 而且这个人 我还得供着养着 现在我虽然拥有了房子 但是没有亲人的陪伴 我反而觉得 房子越大越冷清 特别 对不起 对不起 主持人我的话完了 完了 现在已经没有男嘉宾了 你总可以离开了吧 去哪儿啊 少跟我装糊涂 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 谁走他都不能走 为什么他不能走 因为周博士 是我为了我们的节目 特别邀请来的心理分析专家 有了他的加盟 我相信节目一定会更精彩的 心理分析专家 现在红火的相亲节目 不是都有心理分析专家吗 孙晓鸥 你到底要干什么 顾总 我当然是希望我们的节目 收视率节节飙升 股票价日日飘红 够了 顾总 我这么尽心尽力地为公司 难道有错吗 好好好 我说不过你 也打不过你 我躲开你总可以了吧 好的 那房叔的这番话 至少是感动了我 不知道大家听了之后 心里有没有触动 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朋友 有没有愿意和房叔牵手的 下文一次 到底有没有愿意和房叔牵手的 好吗 天阳 我们最后倒数五秒 五 四 三 二 等等 房叔说得这么好 你们怎么都不愿意跟他牵手呀 腰蛎你 腰蛎你弄啊 年纪那么大了 你去啊 小燕你去啊 快去啊 你去啊 千九千 我宣布黄大河先生 被小米小姐牵手成功 太棒了 我爸 跟我牵手不开心吗 开心 开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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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一个浪漫的时刻 我荣幸地向各位宣布 在今天我们的节目里 有两对成功牵手的嘉宾 他们分别是 楚天书先生 李丹妮小姐 有请 好 祝福二位 另一对是黄大和先生 贝小米小姐 欢迎二位 我跟你讲 也祝福二位 在这里啊 我们要再次把掌声和欢呼声 送给台上的四位嘉宾 祝福三位 爱心甜蜜 在以后的烟味日 可以一番风劝 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好的 要教育到大家啊 从今天开始呢 为了我们节目的这个互动性 我们特别邀请到 著名的心理学博士 周冰冰女士 作为我们节目的特约嘉宾 来 掌声有请周博士 大家好 我是周冰冰 很高兴能够来到这个节目 今天很恭喜两位嘉宾 可以牵手成功 很希望 我们接下来的 新闻的名字 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希望大家一起 在爱心中下 谢谢周冰女士 也好 赵妖精 你一个人在这儿站着干嘛 演美少女啊 看她呢 她像个孤独症患者一样 坐在那儿 有时候想一想 顾超王这个人也挺可怜的 有什么好可怜的 还不是自找的 好了 别看了 我们走吧 干嘛呀 过来 你看那个人 是不是苏依晨 太远了 看不清楚啊 没想到 她真的来了 你来了 我来了 虽然有点晚 但总比不来好 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 因为我知道你想要什么 那你能给我 我想要的吗 试试吧 我牵手了 我牵手了 晓鸥 等我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们共同见证了 两对星人牵手成功 同时我们的节目也要告一段落 现在我要正式地向大家宣布 我等待牵手的女嘉宾 已经来到了现场 她就是 苏依晨 好 这个女孩的身高和形象还可以啊 就是刚才的爱情宣言比较好 太看重钱了 你管那么多干嘛呀 搞得就你儿子一样 什么 不要乱整 还别说 你跟她没眼之间 她真有点像了 是 什么像了 那是顾总办